今天紀律的第一個重點 離散型的CDF它是一種又連續函數 那又連續有一個特性 有兩個特性 第一個 又連續會滿足 第一個 A小於等於X小於B 所以左邊是有等於右邊沒有等於 第二個 它是底下空點 然後上面是10點 那底下就舉例一個圖 它是CDF的圖 那其中前半部分這個部分 這是連續型的CDF 其他部分就是離散型的CDF 那其他部分就是離散型的CDF 它是又連續函數 那又連續函數就是 左邊有等於右邊沒有等於 而且底下空點上面10點 來看一下這個圖是否滿足這種特性 底下空點上面10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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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在左邊嘛 好所以 左邊 有10點嘛 等於 就是10點 那右邊是空點 好 那都是右連續 好 所以離散型的CDF 是 右連續函數 這是一種 蠻重要的特性 好那先看一下這個圖 用這個圖 我可以發現 我可以得到 由空點10點這個地方 我可以知道 好 P X等於1 會等於 好 3分之2 減掉2分之1 會等於6分之1嘛 好 那P X等於2 PX等於2 又等於 2分之11 減掉3分之2 好得到 4分之1 好P X等於3 又等於 1 1 減掉12分之1 等於12分之1 好 這是離散型的部分 那 連續型的部分 前面這一半段 是連續型的 那 前面這個連續型 它的斜率 好 這個CDF的斜率 就是 PDF吧 好 所以 前面的斜率 機率密度 函數 F F X 又等於2分之1 因為斜率是1分之1嘛 好 那在0到1之間 OK 好 那 如何 直接用 機率 質量函數 來表示 這個混合型的 混合型的機率質量函數呢 因為這個 有一部分是連續型嘛 那有一部分是理散型嘛 所以是混合型 那如何 如何 如何有 一個 如何表達這個 呃 機率函數呢 好 那我可以寫成 在離散型的部分 我 我都可以寫 用脈衝函數來表示 所以 在1的部分 大小是6分之1 那我又用脈衝函數來表示 那在2的4分之1 我可以用 脈衝函數來表示 好 那在3的部分是12分之1 我也可以用 脈衝函數來表示 那在0到1之間 它是 連續型的 那它的 機率密度是 1分之1嘛 那這部分 它是固定1分之1的 它就是固定的值 1分之1 那我可以用 unistate function 來表示 好 那它是 因為它是介於 在0到1之間 0到1之間 好 所以 unistate function 好寫 因為它大小是2分之1 我先把2分之1寫下來 那因為介於0到1之間 所以unistate function 就是寫 u of x 減掉 u of x減1 好 那 至於為什麼是這樣 我換個圖就知道了 好 那 因為考試部分 要徵求快 所以 就記得 0到1 那就是 x等於0 那就是 x等於1 這樣去寫 好 所以以後不要畫圖 就直接記得這樣的結果 好 這是今天 學習的第一個重點 好 那第二個重點 就是 複習一下 常用的極速盒 好 第一個 第一個先複習高中學過的 A加上 A加上AR 加上AR 平 加上... 這個 極速盒是 A 所以 1-R 好 那其中 R要小於1 好 這是高中學過的嗎 好 那第二個 A加上2AR 加上 3AR 平 好 加點點點點點 好 那這個 這個的極速盒 就是 A除以1 減掉R的平方 那也一樣 R要小於B 好 那比較這兩個 這個是新學的 大學新學的 那第一個是 剛剛我學過的 那主要差別就是 這個係數 23 4 5 6 7 8 9 10 那 前面這個係數都固定都是1 好 那 第二個這個公式 前面有係數 12 3 4 5 6 7 8 9 1 1 1 2 3 4 5 5 5 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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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5 6 5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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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然後,這個底數是a,所以把這個底數放到1的四方就是a 這是一個非常常見的公式,那有時候它並不會直接形成極數盒 讓我們拼出了指導,所以把它展開來,把這個極數展開來 會長成這樣 好,所以看到1加a加上a平除上二階 主要一個重點就是它的次方向 這個次方向跟下面的階層數長得一模一樣 次方向跟階層數長得一模一樣 那前面兩個其實也是一樣啦,就是a的一次方 除以一階 那,這1就是等於a的零次方 要除以零階 所以就是次方向跟下面的階層數一模一樣的話 就要想到這個極數公式 好,這很重要喔,因為非常常用到 非常非常常用到,所以很重要的一個公式 OK 那,這是第二個重點 好,那第三個重點 在連續型的部分 連續型的部分有一個很重要的關係 就是連續型的CDF 微分後就會是PDF 基率密度函數 基率密度函數 好,CDF 微分後就是基率密度函數 好,這很重要的一個性質 第四個重點 第四個重點 好,基率質量函數 和基率密度函數PDF 他們的 表示適中 不可以 出現常數 好,不可以出現常數喔 好 所以 如果題目有先出現常數的話 那你要去怎麼做呢 就是利用 以下兩種 第一個就是 好 基率質量函數或是基率密度函數 它一定 都是大於等於0 好,切 謝謝 它 從 積分後 就是它有密度的積分範圍 去積分後 定會等於1 好 好 那我這裡寫的是 連續型的嘛 那其實 離散型的話 連續型就是用基分嘛 那離散型的話就是用 Sigma 好,Sigma 所以如果遇到題目 好,舉個例子 好,有一個題目是說 它的 機率質量函數長成怎樣 好 好,長成 K的2 K層上 2T的I 脂肪 再除以I階層 好,長成這樣 好,馬上看到 這個K是什麼 好 等一下 稍等一下 好 好,那題目指定 I有範圍 好 那這個題目你就馬上可以看到 AK 它就是 常數嘛 但是 這個是 機率 質量函數 它不可以出現常數 那 我一定要利用 上面所寫的 機率質量函數 一定要大於等於0 還有它的 總和一定要等於1 來去 丘的K值嘛 好,所以由這兩個我可以知道 欸 可以一定要大於等於0嘛 好,那第二個 總和等於1 好,那 Sigma I等於0 加到無限大 PI的總和 又等於K乘上 I等於0到無限大 好,2T I的總和 是I階層 好 那 我可以很明顯的看到這個 這個東西是什麼 好,由剛剛講的這個公式 我可以發現 第三個公式 欸,有沒有發現 這個 它這個的 次方向跟下面接身上是一樣的 好,所以它基本上 它就可以 這個東西就等於1的2A次方 好,那這2A 喔,寫錯了 2T次方 那2T就是這個 上面這個底數 好,那我這樣就可以 好,這個東西總共是等於 這個機率總共是等於1嘛 好,所以我這樣就可以解得 這個 K等於1的-2T次方 好,所以 好,那我再舉一個 剛剛是舉機率質量函數嘛 那我再舉一個機率 密度函數 小如 好,一個PDF 長成這樣 A乘上1的-2X 4 4 S等於0 2 10 好,那我剛剛講的 因為 無論是PDF還是MF 它都不可以出現常數 A嘛 這是常數A 那我不能有常數A 所以我要另外 要把這個消掉 那其中 這個PDF一定是大於等於0 所以我可以知道A大於等於0 那 它的範圍是0到10 所以 它的積分從0到10去積分 好,機率密度函數 它去積分 這樣結果一定要是等於1嘛 是機率密度函數的性質 所以我這樣可以求出 A等於2 所以1-1的-24 好 那今天的重點大概就 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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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